粉丝做过很多很暖心的事情,比如说会送我篮球啊,送我球鞋啊,然后还会给我家狗买东西 但是我觉得最最暖心的应该是他们不停的送我书吧,就是每次见面都会送我很多书,很多书,一箩筐的书 因为这是很早之前,刚开始用微博,应该五六年前吧,就是一直用这个名字,为什么呢,因为我是觉得做事情就要敢想敢做 然后就有点像疯子样子,就想到什么就做什么,就是不疯磨不成活嘛,这是我的一种人生的生活态度 就看了爸爸去哪儿,就觉得太可爱了,就是会被他暖,就是那种,被他那种,就是可能很小他就会,因为我特别爱喜欢小孩 我觉得每个小孩身上都有他们很好的特质,就像个小天使一样的,就是他们会教你一些很,他们很纯净,很不懂 然后呢,他们跟你的沟通方式也是很友好,就像Jasper,他爸爸对他生气的时候,他还是很心灵气和地去跟他爸讲道理 不是像我小时候,就我看到,哇,我说怎么会有这么暖心可爱的小孩 我就想到我自己,就可能,我爸妈对我可能语气不好啦,我就会 我就会反而就更不好地去回敬他,因为小时候不懂事嘛,又叛逆 然而Jasper就完全是,给我的感觉就是完全另外一个,感觉世界的小孩子一样,就特别暖心 然后呢,反而会心灵气和地去跟大人去探讨一些就是问题什么的